北京时间9月7日 中国好声音虽然被暂时停播 但是好声音的内幕还是被一点一点地曝光了出来 又一位参加好声音的歌手 透露了当年好声音节目组要求他签约的事情 根据香港媒体报道 和张国龙同期出道的歌手钟伟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在好声音比赛开始前 好声音的关联公司会给他一份合约 上面一签约就是9年 而被记者问到合约会不会对自己的名次有影响时 钟伟强卢士说到他纯粹就是保护电视台的利益 我没有答应他签约的时候 他走的时候我觉得他并不开心 钟伟强在中国好声音第二季时曾参加过节目 而且给观众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1977年曾和张国荣一起拿到过亚洲歌唱比赛的冠军 在中国好声音节目组时成为了汪峰组的学员 实际上中国好声音有内幕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 这不是第一个人爆料好声音存在内幕问题 如果好声音没有问题 节目组就不会出现这么大的风波了 而且签合同这件事情 不仅仅是钟伟强曾经曝光过 还有很多的参赛选手也曝光过这件事情 看来这件事绝对不是子虚无有的 肯定是发生过的事情 钟伟强已经是小有名气的歌手 即使他不和好声音签下合约 好声音也愿意用他当学头来提高话题度 提高收视率 所以钟伟强最终是获得了转身 而且成功进入到了导师的分组里 但是对于一些素人歌手来说 似乎就没有这么简单了 毕竟有些素人歌手他唱功了得 但毕竟是没有任何的背景 如果不签合同的话 节目组完全可以抛弃他们 找一个听话的来捧 所以这其实也很好解释 为何有些选手看上去能力不行 但是最终却走得很远 但是有些选手能力行 甚至没有他们的镜头 或者早早地被淘汰掉 而李文当时质疑的就是这种不公平 钟伟强表示李文有自己的原则 而节目组则是破坏了李文德原则 所以李文大发雷霆 像李文这种坚守初心的歌手 真的是越来越少了 毕竟很少有人会跟节目组对着干 毕竟导师也是来工作的 其实就好声音被曝光的内幕来看 这其中的水真的很深 不仅仅是关于签合同的问题 还有其他的问题 现在节目组停播了 不知道是真的在调查 还是在赞避风头 节目组本身是一个好节目 但是如果资本介入过多 节目的初衷不就荡然无存了 而且也不能把最真实的一面展现给观众 所以希望好声音真的好好地调查清楚 配合官方的一系列调查 能够把节目最真实的一面展现给观众 而不是自己演剧本 这毕竟是一个歌唱比赛 歌唱自然是看得谁的唱功好 而不是谁听话 谁愿意当节目的傀儡 真的要改变了